這不一樣的地方可能就是在Catchball的時候吧 因為我們會有自己的規律 例行公司要做的東西 所以我們會比較注重在Catchball這方面這樣 就可能在丟遠的時候可能會 什麼墊布這樣丟 然後拉近的時候可能會丟比較多 我跟邵慶是這樣的 就是你習慣做什麼事情 如果你突然沒有做的話 會覺得怪怪的 所以我會跟邵慶丟是因為 因為他的動作很漂亮 然後他會幫我看我的下盤有沒有用力 所以我剛剛Catchball可以學到很多東西 然後也可以提醒自己用腳用力丟球這樣的感覺 有些比較不聰明啦 可是有些聰明的很聰明 就是在打擊上其中方面這樣子 他們也會去猜測投手的心理 就可能搖個頭退腳 然後節奏上面就是改變一下這樣子 台灣的捕手可能就是 溝通上面可能會比較好一點 就是因為都講中文嘛 英文上面的話可能有些字 你想要講可能會沒辦法去完全的展現這樣子 所以會有一點 可是我覺得應該是默契上面的那個啦 就是默契的部分而已 配球也是 我覺得都差不多 我覺得都還不錯 我覺得其實跟美國的人沒有差很多 對啊 對抗浪啦 對抗浪啦 怎麼可能都沒有一個絲目 對抗浪啦 大家都 iceberg啦